在芒谷TV看了明若小溪的小伙伴 一定会被这一幕惊呆 不用怀疑 这就是你们熟悉的那个明小溪 不信你看 剑要出窍了 小心哦 有没有那个声音帅不帅 你知道我拍的电键的时候 剑呢 有一个 有一个 你要让人家觉得你很厉害 有一个绝招就是 你始出去的时候要 你动作定点的时候要有声音 所以其实是要 就是要有一种啪的声音 就是我一开始我怎么弄 就是这个声音 刚刚啦 这样我一开始怎么弄都没有办法 可是子虹就在我旁边说 会吗会很难吗 啪他马上就有那个声音 然后我就这样 要不然你来啊你来当明小溪啊 就是 我的意思是其实女生练剑真的是 我觉得是困难的 因为包括我们要 让剑转啊 跟这样 这都有不同的名称 还有这样 这里有一个名称 然后还有 还有比如说这样子啊 然后 出剑啊 然后还有 总之 真的有很多 因为其实 呃 在中国武术的方面呢 其实是真的博大精深的 那明小溪她在剧中呈现出了剑呢 是最难的以外 她在那个键母里面 她还有拿扇子 但大家可以想象 那扇子在手中这样拿 她很轻 所以当你要转她 就是你要抛她的时候 我常常miss掉 我记得我大概 那天拍 拍了两天 我大概 丢了二十几次吧 而且我们那时候是 边拍边拍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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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还在雨里 无法离去